大家好 昨天在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市的 一个华人开的奶茶店里面发生了打人事件 当时双方都是华人 一般像这样的事情我都不愿意去八卦的 但是我研究了一下 发现这里面有好多值得说的地方 今天我们来分析一下 我接什么呀 行 等着 等会放一下那个BBS上面有吗 你的啊 太好了 多少好多呢 是啊 你也别发什么评论 那妈妈什么 那干 直接白干是不是 在这儿白打工啊 人家白瞧呢 对啊 是白瞧啊 你老板时到一天 现在还不想结工资呢 没事 咱大家都 有这么做人的吗 咱们大家都有那个 证据 没关系 到底谁说没工说的 有工资 谁说没工资 咱都知道 是啊 是都知道 心里都知道 对啊 骂一遍呗 骂你干啥骂谁啊 你骂谁来着 骂你呢 你再骂一遍 我就骂你呢 我刚刚那一通全是骂你的呢 那你说话太好听了 我也觉得 我就是觉得 屁不会骂人 所以才这么好欺负 你在我们店里 唯一一个骂人的就是人家 唯一一个骂人 你十个年一小时 我都觉得要亏的话 哎呦 会文没骂你啊 还好没给你转照 会文没骂你啊 对啊 会文是不是没骂你啊 要不要找来试试 看看 你骂我 你骂我 我对你 我对你做了 你骂我 十个年 骂我 你骂我 你骂我 我骂你骂 你骂谁骂 他骂你骂了 快骂 你骂你 骂你骂 骂你骂你骂 骂你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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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你骂你骂 骂你骂你骂你骂 骂你骂你骂你 骂我骂 骂我骂 you骂你骂我 骂我骂你骂我 骂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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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骂 你骂不骂我 事情发生之后 网上对于这个事情有很多的议论 双方的说辞都有 但是我们尽可能不采用额外的信息 我们就从刚才对话里面的信息 我们来评论 首先这个事情应该就是说 这个女方的雇员被打的女生 她是在这店里工作了一段时间 然后因为是适用期 雇主认为是适用期 我们讲的雇主 我就讲稍微胖胖的嘛 叫胖男 胖男认为这个女生是适用期 所以我不用付你钱 女生说不行 我在这干了你就得付我钱 然后后来过一个瘦瘦的 我们叫瘦男 瘦男就说两句给女生一个巴掌 然后双方就打起来了 基本上就是这个过程 我觉得这里面能够分好几重的东西 而且我不知道您在这个视频里看清楚没有 这个奶茶店其实不只是卖奶茶 旁边还有母婴设施 就是小朋友在那玩游乐场的设施 这个是很重要的 在我们评价这个事情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 我们先从打人开始吧 我查了一下南澳大利亚的法律 澳大利亚其实是一个联邦国家 是不同的州组成的国家 它有统一的联邦的商人 就是联邦的法律 但是主要还是按照南澳大利亚州本地的法律 刑法来看这个事情 首先兽男过来打那一巴掌 那个是没跑 那一定是没跑 一定是assault 就是所谓的袭击 一般袭击 当然打一个耳光应该是属于一般袭击 但是一般袭击里面是有一些条件的 是可以加重一般袭击的罪名的 就比如说我过去删你的巴掌 那么一般攻击最多的量刑是两年 最严重是两年 那么如果说给对方造成了时机的伤害 比如验伤验下来达到一定等级了 那个最长的刑期可以达到三年 除此以外南澳洲还有很多 看南澳洲关于攻击 就是攻击他人有很多相关的罪名 还有导致身体或者精神伤害的 这个就厉害了 这个就是如果说你导致了他人的 我不知道估计验伤等级会更高一点 如果造成了某种精神的 或者身体的伤害相对比较严重一点的话 哪怕你是无薪的 都有可能最高刑期都能达到五年 如果严重的更不用说了 我看里面最厉害的 最厉害的是25年 这个蛮厉害的 还有一个罪名就是说 如果你是有意图攻击的 有意图袭击对方的 是蓄意是这么做的 那么也会有相应的罪名 这个罪名的最高刑期是7年 OK 那么这个关于是用哪一项罪名呢 我估计还是应该由法官法院来裁定 但是我只跟大家讲 在南澳洲如果你袭击他人 是有这么多可能性 会给你树立罪名的 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现在我们讲嘛 它是发生在一个有小孩子的场所 我看到网上有人讲的说 澳大利亚发生在有小孩子的场所 你这个可能会判定为不是一般攻击 而是严重攻击 这个就厉害了 严重攻击 如果在南澳洲的话 严重攻击是量刑的话是最多是三年 而是如果说你是使用武器的话 那可以达到四年 甚至到五年 如果说给对方造成了实际伤害 最多是五年 但是我个人查了一下 没有查到南澳洲有相关条目 南澳洲判定你是否是严重攻击的 跟一般攻击跟严重攻击区分就在于 比如说你两个人是不是本来是有关系 本来是夫妻 澳大利亚特别是南澳 对于家庭抱着这块是特别的对待的 还有比如说你如果说是不是给对方使用武器等等 你是不是蓄意的给对方造成严重的痛苦 就是为了让你疼来的 就是为了比如说就是为了废你来的 那这就是严重攻击了 还有你这个如果小孩 如果你对象是小孩12岁以下或者60岁以上 这个也是严重攻击 所以你在南澳洲在一个有小孩子在的场所里面 去攻击对方的并不一定会造成 你是被控严重攻击 但是如果这个场合里面有小孩子 然后小孩子可能站在旁边不小心被打到了 那个你就是 你是reckless 就是你是不计后果的造成了别人的受伤 所以这个小孩子也是受害者 换句话说如果你打了一个抱着小孩子的人在南澳洲 打的时候这个人倒下了 小孩子也伤到了 你打的这个人最多要承担三年刑期 你是普通刑期 但是对小孩子 小孩子也是受害者 就是你对小孩子构成了严重伤害 就是你可能会承担最多五年刑期 两个加起来最多八年刑期 大家听懂没有 在南澳洲如果是有小孩子在周围的话 建议你不要采取任何的暴力手段 那么这个是无误了 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先打人的这个 特别是很明显的一个耳光这个 这个是无误了 而且如果说被打的女孩做验伤 发生有什么精神上的损伤 有什么身体上的比较严重的损伤 有的时候打人你不知道的嘛 一个寸劲你知道吧 别人没有防备的情况下 一个寸劲一巴掌扇死人 这是经常有的事 所以如果说验伤有达到这样的级别的话 我估计这个罪名会进一步上升 所以不管多生气 大家不要轻易的打人 另外这个是没有争议的 打人这个是没有争议的 就看法官怎么量刑怎么考虑了 就算是你没有加重的情节 法官会考虑到你在这样一个公共场所 很多小孩子场所可能会 他在量刑上 本来你做社区劳动就行了 量刑上可能会给你上个一年两年什么都有可能 第二个是非常 我觉得很多人没有想到 然而是也是很有争议的 在南澳洲我查了一下 他有两项罪名 一项是在公共场所打斗 这个是一项罪名 还有一项是斗殴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斗殴明显是要比公共场所打斗更加严重一点 在公共场所打斗的话 最高的量刑是三个月或者1250澳元的罚款 这个是在公共场所打斗 我们看到这个视频里面 在瘦男打了这个女生一巴掌之后 双方有一个进一步的 因为旁边的男生出来给这个女生出头 然后有一个打斗的动作 打不打着我不知道 然后女生后来扔了一个包 这个很重要 大家很重要 扔了一个包砸到那个灯上面去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这个女生至少在 虽然她是被打的一方 但是这个动作已经结束了 她扔这个包很难说在澳大利亚 会不会被判成是你是自卫的行为 如果说你是我这个脸 或者是跟她这个打这个无所谓 但是你扔这个包 然后你冲过去去还击打对方 这个就很难说是不是会构成一个正当防卫了 在公共场所打斗是有几个 你说你是可以说会自我辩解 有几个理由 第一个就是你没有 我原先我不想这么做的 我并不是原先就想这么做的 第二个是我可能是出于自卫考虑 第三个我可能是为了防卫他人 是为了保护他人 比如说那个男生 是我为了保守女生 但是这个男生有屈前的动作 这个就很难讲了 到了这个就看法官是怎么判定了 那么那个女生可以讲 是我没有在公共场所打斗的这样一个意图 是因为她打了我 所以我就跟她扔包或者怎么样子 我个人觉得 我当然不是法官了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理由不是很充分 所以这个女生是有可能会涉及到公共场所打斗的 这样一个罪的 但是最后量刑 还是由法官来定 法官可能说确实你是有这样一个罪的 你是有这样一个问题的 我算你罪名成立 但是我不罚你 警告一下 下次不要这样子了 我们同情你 但是你不要这样子了 但是罪名有可能还是成立的 其次就是一个斗殴罪 斗殴罪是比那个更加的厉害了 斗殴罪最高的刑期三到五年 在公共场所斗殴 然后唯一的你可以自辩的理由 就是我这是处于自我防卫正当防卫 除此以外 只要是斗殴罪的话 最高刑期都是三到五年 这个斗殴罪的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人如果从事了一个斗殴的行为 他跟另外一个人从事了一个斗殴的行为 暴力行为 他们的行动可能会导致另外一个在场的人 有理由充分的理由 相信他们的个人安全受到了威胁 他们担心自己的个人安全 这个就是所谓的斗殴罪了 如果说你一个公共场所 大家围观两个人打架 这无所谓 如果你打着打着 边上的人觉得你可能会伤到我 你抡起东西砸东西之内 可能会伤到我 这个就有可能构成斗殴罪了 所以这么一说 刚才我说女神扔包的行为 可能还构不成斗殴罪 说不定还是我说早了 就是说你扔包的行为 而且很不巧 这个女神扔包 是对着小孩子playground的方向扔的 而且砸到了灯 而那个灯发生了比较剧烈的摇晃 如果掉下来 确实可能会造成在场的其他人受伤的 所以这个我觉得重点还在于是否旁观的人 是否感觉他们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从当时旁边很多妈妈赶紧把小孩爆开 这个反应来看 法官是有理由相信 他们觉得当事人或者说觉得自己的人身换钱 或者自己子女的人身安全可能会受到威胁的 那我希望不是 我希望不构成 但是如果构成斗殴罪的话 这个女生就有可能会 怎么讲呢 就是我看网上很多留言讲 这个女生是在 或者是学生签证或者什么签证 是在这个电影打工的 她不是澳大利亚永久居民 也不是公民 澳大利亚的几年以前曾经颁布了一条 出了一条法案 或者说移民局执法的口径发生了变化 就是如果说你的背叛一个罪名成立 而这个罪名呢 你不一定要判你一年两年 这个罪名只要 她本身的量刑的范围能够超过一年的 就是说这个量刑范围最多 能够判你四三年四年 只要达到一年以上的 就有可能会取消当事人的签证 换句话说 如果说这个女生 她如果是被判一个在公共场所打斗这个罪名 比较轻的罪名的话 那就无所谓了 但是如果说被判成在公共场所斗殴这个罪名 那么她就有可能面临签证会被取消的窘境 哪怕是永久居民 据我所知即便是绿卡居民 现在也有可能会遭遇这样一个窘境 就是说你在这做了个事情 犯了个事情 你以为没什么事 法官最后没判我 没判我多重 但是如果这东西量刑到了一年以上 你就有可能会被移民局盯上 在你下一次续绿卡的时候 可能就续不着了 好 然后我们来说最后一个 就是这个事情为什么一开始会发生 它的起因就是因为双方的劳资的工资上面起了争执 那么女生方面说是我在这试用的 男生说试用就没有工钱 谁说试用没有工钱 你必须要有工钱 这个是怎么说的呢 我觉得这一次据说胖男是奶茶店的老板 他要把这个女生开掉 什么原因我不知道 不管什么原因我不知道 如果说你涉及到不当的解雇 如果说你是因为各种各样的不当的理由解雇的 有可能你也会惹上大麻烦 因为这个也是严打对象 如果你以不当的理由 比如说我就是看眼不顺眼 我就觉得是女生 或者说了有一些在情急之下 说了一些涉及歧视的话 那么你就可能涉嫌不当解雇 那你要赔好多好多钱 好 我们先不谈这个 试用期是不是没有工钱 我查了澳大利亚相关的法律 试用期是可以没有工钱的 但是没有工钱的试用期只能很短 必须要reasonable 只能比如说一个小时 或者是你做一个工时 做一个上午四个小时等等 来检验一下你是不是有相关的技能 如果说按照后来很多人提供的信息说 是有40个小时的试用期 不给工钱 这个是很明显违背澳大利亚的劳动法的 这个你也要赔很多很多钱的 当然这个前提是被告方要去上诉 但是这个视频出来以后 双方的对话里面已经白纸 不要白纸黑字吧 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就是试用期 就是这么长时间的期 我不给钱 我不给钱你怎么着了 这个对于雇佣方 就是胖男老板就不是太有利了 我们就把整个case全部的撸圆了 说一下 就是起因是胖男不占理 因为你应该付人工钱的 没有付 这一点几乎是可以确定的 然后发展的过程中 瘦男打了一巴掌 这个是有问题的 这个是有大问题的 我希望这位瘦男 毕竟是我们华人是吧 你不管做出什么 关于这个事情道德谴责 我们放到最后 我们先做理性的分析 不管怎么样 我还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家过年 那么很快就要过年了 那么瘦男这一巴掌下去 那么很有可能 很难讲会不会能在家过年 然后这一巴掌的之前的分析 所谓量刑什么东西都说过了 如果这个女生发生个什么 验伤出来一个什么比较大的后果 这个瘦男我估计就 OK 然后所有参与者 在所有参与里面 不管是筑权的男生 还是胖男 胖男后来跟男生打在一起 还是瘦男 甚至是被打的小姑娘 扔包扔过去那个小姑娘 甚至旁边帮着瘦男踹人的这位女士 我不知道她是谁 所有参与者 可能除了劝架的服务生以外 所有参与者都有可能涉及到 在公共场所打斗这样一个罪名 最高三个月 或者1250澳元的罚款 然后有一些情况 可能会构成在公共场所斗殴的 这样一个罪名 比如说女生那个笼包扔的砸了灯这个行为 然后其他的男生两个人打在一起 然后倒在地上等等 万一那边有小朋友呢 是吧 所以整个过程就是这样子 我看网上一边倒是在骂奶茶店的老板 就是胖男和瘦男 我觉得骂的老实讲我相信两位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录像 以及面临着当自己计算到自己要面临着这么多的法律的官司的时候 我相信两位也是肠子也毁清了 当时可能是一时的意气用事 但是现在心平气和下来以后 我相信他们也一定会非常的后悔 不管这个案子最后怎么判 这个事情总之是原本一件很容易就能解决的事情 上升到了这样一个 可能对所有方都不利的这样一个情况 好 最后我们说道德谴责了 我们中国人不管你是是不是自认为是好汉 或者是不是自认为是君子吧 打女人这种事情 跟打小孩子有什么区别呢 这件事情在我现在做节目的时候 已经被澳大利亚主流媒体 欺评到在阿德莱德的这个分部 已经把它看出来了 这个视频也已经传到了整个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上 估计今天会传遍整个澳洲 大家可以想一下 这个会给澳洲人带来什么样一个印象 第一个 中国人真的是很勇武 是男是女都会是非常的勇武 第二个 中国人打女人 而且打得非常的理直气壮 而且打得非常的 怎么讲呢 如果在澳大利亚 你可以想象在一个场所 公共场所里面一个男的打女人 我可以想象的是一堆男的会站起来 去围攻这个男的 但事实上在这个视频里面 打女人打完了以后 似乎大家都已经觉得很平常的事情 似乎没有人觉得过于义愤 旁边的所有的家长什么东西的 也没有过于的义愤去指责打女人的受男 第三个 都是小孩子 难道不会让澳大利亚本地人觉得 华人怎么这么危险 小孩子在场就不说是不是会伤到小孩子 当着这些小孩子的面 打人以及打架 吵架就不用说了是吧 吵架就不用说了 打人或者打架 然后还有最后华人老板 给人适用期40个小时不给工钱 还有理直气壮 很多这些以前藏在下面的 大家我们都知道 我们在华人社区里我们都知道 但是我也知道这个东西需要一点时间 去给华人社区慢慢地去改正 慢慢地去意识到很多 像以前华人都逃税 现在华人意识到了逃税没有好处 我贷不到款是吧 逃税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时间的 但是像这样一个事情 公关事件 刷的一压死 就把你下面什么虫子全都翻出来了 脏东西全都翻出来了 我稀尼奶爸需要做多少次的公关 才能挽救这样的公众形象呢 青山不改 绿水 等一下 对 今天还要吃书了 这个东西确实我是觉得 我吃书不可能做到每集一吃 然后我尽可能会把吃书的环节放到最后 这样子就不会有太多的朋友觉得不是 首先如果你想了解 为什么我要吃这本葵花宝典 就是葵花宝典 我就每一次 我就提前思议也下来了 为什么我要吃葵花宝典 大家可以看左上角的 右上角的之前的视频 好 这个是打散的半夜纸 一边吃这个葵花宝典 一边可以跟大家 就这个事情再多聊一点 据说这个老板 下面我们就讲一点八卦了 据说网上说这个老板 在阿德莱德那边还是比较有名气的 生意做得不错 除了奶茶店以外 可能还有其他生意 我觉得一个老板做到这个程度 应该不会没有这样的法律意识 很可能这个官司会导致他的很多生意 我倒不是说属于公众形象 公众形象我估计也有 会有很多人去上门去谴责他 我相信会有的 但是这次因为不给人实习工资 然后理直气壮 这个已经被政治确凿了 如果还有其他人来共同进行联合诉讼的话 说以前他也没过公司 你出来执任的话 这个老板我估计这个奶茶店 估计就冲这个事情你就开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都说做生意做到这个份上了 在公共场所有些事情不该做 尤其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地方 在国内你可以塞点钱输通一下 在澳大利亚这地方 当着摄像机的面摄像头的面 人家还拍着呢 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我觉得当然了 打人不是个胖老板 打人是个瘦男 据说两人是朋友 那可以说是朋友把朋友给摘了 这次 顺点说一下 如果那个女生不还手的话 就直接报警 不还手的话 这件事情上 她将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 在澳大利亚关于还手 什么情况下你属于自我正当防卫呢 我觉得之前曾经有过一些官司 只能有别人进入我家里面 然后我跟他打 就把人打死了 然后打死人的这个人 明明是人家到我家里来偷东西 我把他打死了 打死人吃官司 被告杀人罪 都有的 所以在一个法治社会 如果说你相信 特别是在有充分取证的情况下 你相信这个事情对你在庭上是有利的 尽量不要通过自己去解决问题 而且你也解决不了问题 反而给自己添乱 不是吧 你现在很有可能会涉及到斗殴这样一个罪名 这样一个很严重的罪名 另外就是有孩子在场 特别是有这么多小孩子在场 有什么事情 定格哪怕是吵架 大家到外面去吵 对吧 不要当着小孩子的面 更不用说是打人这样一回事了 华人在澳大利亚 至于在整个国外的所有国家的公众形象 我一直在致力于去改善它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人 包括中共政府没有给我们很好的这样一个cover 他们没有做这个事情 也没有侨领在切实地做这个事情 所以我再致力于做这样的事情 我希望所有人都能跟我一起努力 去改善这样一个 很容易就能被破坏的这样一个公众形象 对所有人都是好事 好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下一次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项目 转发 项目 症痛 项目 河目 变 项目 ации